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看你周末也不早点回家 吃饭了没有 今天文姓过生日 她过生日 怎么不请她到家来吃饭 妈 妈 现在谁还在家过生日 我们几个同学在外面过的 小雪 也不知道你爸在莫盘山怎么样 给你爸打个电话吧 想我爸了 妈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小爸爸厂生活区已经恢复了供电 我爸稳定住了局面 是听文姓说的吧 他还说了 我爸现在厂里可有文姓了 文姓告诉我 说为了恢复那个厂的用电 我爸给供电局的局长都下跪了 是吗 男儿旗下有黄金 要不是特别难的话 你爸是不会下跪的 看样子 他是真的挺暗的 咱俩 我站在家吧 干什么 衣服 我去吃富量 吃老小 corazón 做三十九度 那个stat� 小熊 让开 输个药 把体温降下 心脏有枣薄 血压也高 这和感冒和过度疲劳 肯定是有关系的 让它好好顺利降好不好 厂长 这是被累出来的 是啊 都是累的 在这儿工作了三个多月 每天都是后半夜才睡觉 像我这么好的身体都撑不住 这么贫贫卡不行啊 咱们走吧 让它好好休息 那医生 那拜托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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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姜汤 一直忘了把罐拿走 承睿啊他是累的 看着他这样都很惭愧 这是兄弟做的关子 你还跟我说什么兄弟 咱俩都快成敌人了 请你喝酒 你也不来 喝酒你别叫我 你做正事 我郎三谁叫谁叫 这才是真兄弟 对吧 老舅 我电话 谢谢 喂 喂 爸 我都想你了 你挺好的吧 宝贝闺女啊 你老爸的身体别提多好了 吃得饱 睡得着 好 没问题啊 你不是说 当今忙是一种时尚吗 那你老爸现在就是太时尚了 太时毛了 小哥 这儿吃药也没有 爸 我妈想问你 是不是暗示吃药了 那当然 对待你妈的指示 我从来都是坚决执行不走样 如今这年月儿 听媳妇话跟党走肯定没错 爸 我妈让我告诉你啊 干工作别太拼命了 革命加拼命 那就是不要命 对了 我妈还说了啊 事业是石头 身体是鸡蛋 拿身体去和事业拼 就相当于拿鸡蛋碰石头 知道了吧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啊 你这是什么混蛋逻辑 你生命不好好打掉瓶 谈什么工作 病好了再谈工作啊 电话得关了 爸 你怎么了 ,我爸骗人 他病了 他现在打,打掉瓶呢 厂长家里来电话 问他健康情况 厂长说他很健康 你怎么一手 先露了吧 快了快了快了 你这个王 喂 陈瑞啊 你怎么了 你跟我说实话呀 这几天有点累 血压有点高 你身边有事吗 你把电话给他 我要跟他说话 好,不但有医生 还有院长呢 院长 你好,我姓高 高医生你好,我也是医生 请你对另一个医生说实话 好吗 陈厂长到底怎么了 陈厂长 陈厂长 体温39度 低压120 高压160 心脏有脏薄 每分钟大约 也就是五六次吧 对,脑供血不足 有些头晕头疼 主要是工作累的 已经打了调平 现在情况有所缓解 好好休息一个晚上 估计明天 情况就会好转 谢谢你高医生 请你一定好好照顾他 不用谢 我们会很好照顾厂长的 请你把电话给陈厂长吧 好,那您跟厂长继续通话 喂 喂 喂 我找我爸算账 行了 让你怕好好休息吧 我爸这个人 一向都是态度和矮 坚决不改 气死人了 好 热祸热祸之怎么办 你这个王大炮啊 王大炮 下气候 坐 今天的会没有开完 这几个月 由于生存问题 咱们全陷入到 事务性的工作当中去的 老厂长的一句话点醒我 咱们靠什么跟别的厂竞争 靠什么去开拓市场 靠科技 这是咱们厂的优势所在 咱们要十分重视科研的发展 明天我就准备到科研所去走一走 跟这些科技人员好好地谈谈 好 你先好好休息 你走什么 过来 你坐着 你陪我聊两句就不行啊 好好好 我陪你聊聊 单一 说实话 我现在有点后悔 把你弄过来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如果拿不到军品订单 要帮把厂下半年就得停产 那 离破产的路就不远了 厂子在你我的手里破了产 你再回去脸上就没光 说不定 就影响了你的前程 屁话 个人前途有那么重要吗 到时候你小子可别骂了 我仔细看了军品项目 你别说有些项目还真的有优势 必须精心准备 我想把厂里的最新科研成果 用到这批产品里去 想让赵军亮抓这件事情 最近赵军亮和郎三工作很努力 你还真有人缘 看来 你还是对的 工作要靠大家 用人不能求全责备 汤过浑水的 不一定都是坏人 我知道了 好好休息 老廖 老廖 大哥 着急了吗 快点 你要的五十万 支票给你开好了 好 怎么样我够意思吗 我都没问你要的五十万干啥用意 我呢要去干一件大事 啥大事啊 说了你肯定也不相信 你说说的我听着 职工宿舍又漏雨了 厂子里面又没钱 我只好从公司借这五十万修房子了 听得像学雷锋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 真话 我不相信 我就知道你不信 不是 他跟你啥意思 你啥目的你告诉我 看清楚了啊 这是借条 是厂里借的 不是我私人借的 大哥 我还知道厂里借我都不借了 你别忘了 这煤矿还有我的股份呢 就算是我借给厂子里的钱 这行了吧 你疯了大哥 你拿自己的钱借给厂里头 你才疯了呢 这几年 咱们通过厂子里赚了那么多钱 总得有个回报啊 这理是这个理啊 不过你以前咋不跟我提什么 回报不回报的事啊 因为现在的厂长是我兄弟 所以我必须帮他 走啊 来 怎么那么安静啊 通知是在做大会 是不是做大会事情 怎么没人呢 至少离上班就通知了 高所长 开会的人呢 陈厂长 和电瓶工程师一大早 突发性梗 早在办公室里 大家都去医院了 被不开了 咱们去医院 你没关系 他会不会的 他没关系 他会不会的 就是 开不开 哪一套 他不够了 请距离 请距离 以前就没什么症状了 三年前 河宫来检查过 确诊为心脏冠状动脉狭窄 生医院的专家 建议做一个心脏大桥手术 可是常被困了 拿不出四万块钱了 一直拖着 一个高级工程师的生命 就不止四万块钱了 昨天晚上 河宫还在所里 假扮到后半夜 可没想到 河宫二爷 林总 必须给河宫 买双最好的皮鞋 你 林总 范总 何老师怎么样了 你说话 你说话呀 你真要挺重 和公贪一见 不贼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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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 行动 你要喝完最早的准备 你醒多了 老师 醒多了 省院的官家 建议做一个心脏打击手术 可是长得困 达不出四万块钱 达不出四万块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和好 秦瑞 秦瑞啊 我刚从士都开会回来 为振兴咱们东北老工业区 中央和省里下了许多优惠政策 找个时间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你怎么了 今天早上 厂里的高级工程师何天明 倒在办公室了 一个高级工程师 就因为厂里拿不出四万块钱 来为他安一个心血管支架 这些年厂子很困难 但是我们厂的科技人员 从来没有停止过科研 很拿出了一批科研乘武 我们来了有三个月了吧 是啊 咱们本来应该为他们做到什么 今天和工程师走的时候 脚上穿了一双解放胶鞋 今天和工程师走的时候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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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有会儿过来了 坐坐坐坐 新冬这是要去哪儿呢 我不知道啊 我还以为他告诉你了呢 刚才从他家门口过 看他收拾东西 好像是出远门 我问他 他好像是说是要离开墨盘山 他他没跟你说他要去哪儿啊 我问他他不跟我讲啊 这这是 师傅 会不会和和工程师去世有关系 会有和工可是他的恩师啊 这么大的事 他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郎三 这这这么大的事 我得我得过去看看 师傅 你先去 我赶紧回床里啊 好 老师好 你上哪儿啊 上哪儿 你给我站住 我这儿还没说完呢 你真的要走啊 爸 北京我去定了 您甭拦着我 那北京就那么好去啊 我同学在北京 你帮我找好公司了 我还是做软件开发 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你爸爸商量商量 我跟您说有用吗 那肯定不同意义 你要是真的走了 您手里那个155生产线 那个承控软件 谁管呢 您甭给我提155生产线 何老师都类似在实验室 他得到现状病这么多年 常有人管吗 是啊是啊 何老师去世了 你心里难受我知道 可正是何老师不在了 这个事 你才应该管呢 155生产线趴那六年了 我没看哪天都能启动 你可别忘了 你是常理送你到德国留学的 我就知道您还跟我说这些 您从小就教育我要有牺牲精神 您当初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 来到这山沟子里 如今您俩老了得到什么了 我大哥在战场上牺牲了 嫂子走了 值得大兴到现在还在牢里 咱们全家得到什么了 何老师为了要物生产线 牺牲了一切 您现在让我也牺牲 凭什么呀 站住 你这么不听话 你这说走就走 他们俩俩怎么办 我跟他们商量好了 等我在北京买了房子 我就把他们娘俩 还有你跟我妈 全接到北京 我告诉你 厂里边不会批准 我辞职了 我用不着他们批准 儿子啊儿子啊 你怎么就这么看不开事啊 新厂长跟过去的老厂长不一样啊 我看他行 这厂里的形势呢 也一天一天往好变况 155很快就会启动 听我的话 别走 爸 188厂 现在跟我没任何关系 走 你说 你给我回来你 有你这么不听话的吗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不许走 干嘛你 你给我回来 你要是敢离开姚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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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是我的儿子 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子 你给我回来 这个宁种 这标书准备得不错 只要拿到这批军品订单 咱们厂就能坚持到年底 如果拿不下来 以后就更困难了 就这么点军品订单 这好多厂子还在争呢 我想早点到省里去 摸摸情况 你身体不好 还是我去吧 还是我去 我跟北方军带局的 老刘老张都很熟 老刘是我军校的同学 战友 可你这身体能行吗 没问题 要不我跟你一块去 不 你留在家里 好多事情要你办 米品生产项目的筹备得靠你 这段时间 你受累了 没事 来 那你早点休息 我走了 这脚有点臭 臭口吸吸 废话 我是长长 程厂长 好 走 过了 程厂长 那 那 科研所的软件工程师 刘兴东他 他辞职了 人才的流失是最大的损失 把走的人档案都保存好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他们有的人会回来的 好 你上哪儿 我去送送刘兴东 不用了 程厂长 他是晚上九点钟的货车 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是 你给我放哪儿是吧 这么晚了 你找他干什么呀 这让程蕊病了 我想给他不误身子 程蕊怎么了 工作太玩命了 累了 你等着啊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这可是正宗的老先生啊 你今天晚上给他断好 明天一早上我就给他送过去 你对你这兄弟法真够好的啊 妈上次病了 你都没舍得拿出来 你不知道 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股劲 这股劲挺让我感动的 这些年 能让你感动的事还真不多 是啊 这些年 我是变得有些不点麻木了 那 你们这工厂到底有没有救啊 像他这样工作起来不要命 兴许啊 还真能杀出一条物理 你还别说 你啊 身上就缺少这股杀气 我能和他比吗 他在这儿光棍一条 我呢 在这儿人前人后 不是亲戚就是朋友 这把你都跟我行吗 倒也是啊 对了 对了 晚上董大鹏赖照过你 我说你不在 他让我把这文件袋交给你 妈看你了啊 妈 大亮 你说那董大鹏给你送钱 嗯 啥意思 他 他想让我帮忙 他想当公安处长 这钱你也敢收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听妈跟你说啊 妈 当干部的 心不能贪 这路啊 才不能走斜 看不看你成为 插得二年是咋看的 你得叫他学 妈 你放心吧 我把这钱啊 到时候给他退回去 啊 这就对了 妈来来来我来吧 来 哎 老大 你可把今天非要挤了水上里啊 这病好吗 没 我这是老毛病 来 把这杯啊 参汤给喝了 这是你弟妹昨天晚上 特意给你做的 有这个必要吗 你是累的 喝点参汤 补一补 那就替我谢谢弟妹 我看出来了 你这真是把命都豁出来了 不是我豁命 是厂子现在的状况 一步上不来就没命 你把这汤啊 带他路上喝 这可是正宗的老山山啊 你又从哪儿给食堂弄来三万块钱 这拆东墙补西墙 见 难问题了 初睿 你身体刚好你就走能行吗 那我总不能在家里等死吧 厂子现在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我先到省里去了解一下订货会的情况 了解军方对产品的要求 争取把订单难到手 我还得到北方军难局 找我的老战友磨一磨 让他把军品生产的预付款 弄一部分来 这样 咱们厂子就活了 难呀 咱们这是空手套白狼 正好 三个月没回家了吧 回去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好 我走了 厂子的情况 你们多脱进 放心吧 林渊 长长 打扮那么漂亮 要去哪儿啊 陪林去城里开会啊 不用 我一个人去就行 再说厂里的财务也离不开你 别气了 开玩笑的 想搭您的车进城 行吧 什么事 私事 私事当然行 我多问了 上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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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进去 老何 你这是干嘛呀 拦车讨债 我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才这样做的 我现在没有钱哪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看看你这么大个场 每天净出得几十万吧 我告诉你 今天说啥也没用了 你要是不把我几百万没款还上 你别走 我不是没钱吗 有钱我能不还你吗 行 你没钱 没钱我就不走了 哎呀 老何 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拿着别人的钱不还 签了几百万不还 你说说看是我耍无赖 还是你耍无赖 要说是耍无赖的话 我也是跟你学的 老何 老何 我要到省里去开会 等我从省里开完会回来 咱们再谈这件事情行不行 我在这儿已经等你好几天了 今天你要是不把钱给我还账 你哪儿也别去 我真的有事 我跟你学的 你能够跟贡殿局局长跪下 我今天也给你跪下 你让我跪下 先来 先来 老何 我给你跪下 我跟你说 你那么胖我可拉不动你 我已经接不开锅了 你知道吗 我矿上几十号人 几百号人等着我发工资呢 我哪哪儿去哪儿钱 你也请 请你请 你也替我想想 你理解理解我现在的心情行吗 我当时也是没办法 那行 如果这次 我从省里要到钱 我一定还你一部分的违款 我说到做到 你说话算数 保证说话算数 那要一次还清 不不不不 这我不敢保证 先还你三分之一的违款 不行 起码一半 一半 那好 前提是 这次我到省里要找钱了 我就还你一半的违款 咱们就这么定了 空说不凭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老河 老河 如果我从省里要到钱 不还你 我就是赖皮狗 这你说的啊 我希望你不要成为赖皮狗 行 我在这儿等你 我等你回来 再见 老河 你什么态度 笑什么 笑什么 还有你 厂长 您刚才挺争吵的 我真的是真的 丽媛 丽媛 你到市里是去会男朋友吗 哪来的男朋友 临去省里开会 办事 长一分钱都没了 我们朋友借了三万块钱 现在去市里去 没有钱我回家想办法 我这总会计是当的 这么憋执 巧妇难为无名之吹啊 你又别吓唬我了 你算什么巧妇 丽媛 我工作一直很忙 也没有时间来关心你的生活 你到现在一直不结婚 为什么 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 这不是你的真实想法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都别耽误了呗 从小就像为了我妈 我都得好好地读书 考大学 考研 考公派 谁想到 游学回来 还被扔进了这个土山沟里 这两年咱们厂是陷入了困境 其实 我早就在困境当中了 说说 想找什么样子 我帮你介绍一个 说真话吧 厂长 您来咱们厂之前 我甚至盼着咱们厂子破产 真的 可能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可以走出这个囚山沟 你是第一个在我面前说希望厂子破产 我刚来的时候 你就说要调走 我不同意你还说我霸道 现在 你如果有什么好的发展方向 我同意你调走 不走喽 现在你敢也不走吧 我看到希望了 什么希望 我告诉你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你这人在宝宝 谢谢 to 接 你说你去去去去吧 你尝尝啊 就尝尝啊 什么意思啊 我可跟你说 这女人要是喜欢上一个人 会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 你什么时候喜欢胡说八道 要脸红了不是 讨厌 快点 有人吗 人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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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干什么 四个老K 干什么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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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主计 我们就是休息的时候玩一下玩 休息的时间 你自己看看现在是几点 初心怎么就你们几个人 其他人在哪儿 你们主任呢 主任喝酒去了 把你们主任叫来 王主计 要叫还是您去吧 我们 不敢去 好 我告诉你们 你们几个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从现在开始 停发工资等候处置 凭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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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 凭什么 上班期间你们打牌赌博 凭这些还不够吗 凭什么 负责 凭什么呀 凭什么处分咱们的 大哥大 这真的犯错过了 我才不怕呢 大不了开除回家呗 我就是心里不服气 跟咱们工人吓到 能把杨师哥怎么样 干什么干什么 这不能停车的 找你们老板有事 老板 你把车挪一下 这以后啊 有朋友有应酬 就今晚来到 好 别客气啊 你也看见了 我这儿呢是 吃了更玩的一条 我们要啥又啥 得了 实在不行就寄了啥 来 弟兄们 咱们共同举备啊 我一句话我不啰嗦 祝大家好 有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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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办法